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07年的7月份 家住北京海淀大中寺附近的乔女士 在自己家客厅和院子里 各安装了一个摄像头 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 这两个摄像头拍了这样一组画面 一伙人冲进乔女士家里 把乔女士的朋友打伤了 那么乔女士为什么要安装这样的摄像头呢 2007年8月7号凌晨一点多 几名男子闯入了乔女士家 他们用床睡在客厅里的一名男子的头 抱了起来 突出家门 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有人用手里的铁棍 殴打这名男子 这段录像是乔女士 安装在自己家里的摄像头 拍摄下来的 2007年8月23号 记者跟随乔女士 来到了西志门外的一个建筑工地 乔女士说 她家原来就在这个小院里 摄像头是2007年7月初才装上的 在西志门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 记者见到了乔女士的父母和她的哥哥 从8月7号家里出事后 他们就不敢再家住了 完了以后一个月做噩梦 有人抓我来了 有人打我来了 吓得我不行 我现在就出门都害怕 都是东康西看 吓得不行 录像中被打的男子 是乔女士的朋友宋先生 8月7号晚上 乔女士一家外出办事 刘先生独自看家 你觉得这个经历像噩梦 肯定是 2007年8月23号 记者在人民医院 见到了正在养伤的宋先生 经诊断犯罪嫌疑人的打击 造成了宋先生后颅脑窝血肿 需要做开颅手术 另外宋先生的一根肋骨也被打断了 我都忘了那种害怕的感觉 就是说 然后我就觉得胳膊非常疼 我说你还按掉了 你等着喊 肯定要挣扎 挣扎一下 然后后腹 然后就给我拦人了一下 找一个铁块刀 我感觉那里面有这么大的铁块 拦人过来拦一下 我拦着就不行 但是觉得有点发疯 就老水外不动了 我马上这个头 我看两个有两个人 跑了两个 不远了 我一辆车 上了一车就开始走 走到那个尾东 我常去买 买东西那个小商店里 我把它给砸开 才是电话 我就帮我押包 那么是什么人突然闯入了 乔女世家行薰呢 宋先生原来在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工作 案发前他刚刚辞职 那么 会不会是他在工作中得罪了什么人 遭到报复呢 没得到过什么人 没得到过什么人 这过去怎么能得到什么人 在中介分为很多 普通民家的 有做高档的 公寓的 还有做办公寓的 不是他们的 交往这些公司的那些 如果犯罪嫌疑人不是针对宋先生而来 那么他们会不会与乔女士一家有仇呢 据乔女士回忆 从今年六月份开始 他们家就开始不太平了 第一次是在六月二十三号深夜 有人把一个装满蝎子和蜈蚣的塑料袋 扔进了乔女士家的院子里 蝎子和蜈蚣被消防战士兴奉了 可是三天后 六月二十六号晚上 乔女士的哥哥在回家路上 被人暴打一顿 自从这两件事情发生后 乔女士一家也一直在寻找原因 乔女士家的祖上 是晋商 在北京有一个分 叫聚元恒 到现在只留下这个院子 家里有四口人 乔女士的父母 他们兄妹俩 老人在几年前已经退了休 乔女士的哥哥是摇滚乐队 而乔女士 是一家公司的文化策划 成晋商的传统 无论在单位还是和邻里相处 他们都抱着何为贵的生活态度 那会儿那个晋商是以诚信这个为本 所以从我们这家家 本身连谎话也说不了 老老实实的 还是一事一二事 只能说这 跟邻居们相处 都是用心相处 执行的什么事什么事 弄口自个儿吃点亏 是吧 别讲人家别人吃的亏 都是这种态度 正是因为找不到原因 在2007年7月初 乔女士在家里院子内和客厅内 装饰了两个摄像头 2007年8月7号凌晨发生了事情 让乔女士一家胆战心惊 通过录像 乔女士发现这伙人 在殴打宋先生的时候 一名年轻男子 还把宋先生 放在桌子上的两部手机拿走 他已经把人都控制住了 然后蒙住他就绑架 他根本没有动 没有办法去做任何反抗的 他拿走的呀 这肯定是抢劫了 装了一个 装了一个 又装了一个 他们来的时候 都安排得比较注意 进来以后就抓住了 就打他 纯粹是故意的 乔女士告诉记者 现在最让他们担心的是 这伙人是有预谋的 专门针对他们家来的 如果是这样 他们很可能还会再来 乔女士说 她几天在西志门附近 见到过一名男子 从身材和衣着上看 和录像中的一名男子 十分相似 后面背心戴白图案 和这个人的背心都是一样的 身材上 身材也一样的 我觉得他们还能在周围 很逍遥的 很开心 我觉得 在案发后 乔女士向海淀警方报案 他们希望民警 能早日揭开这个谜团 这个事我们已经报案了 报到那个大陆寺派出所 我们也希望 那个周围的邻居会 都知情的人士 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或者直接跟那个 大陆寺派出所联系一下 小女士告诉我们 她特别的希望 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 都能够积极的提供线索 能够找到这伙 非常神秘的人物 给她的朋友 一个教导